有粉丝说 爬爷 你怎么总是批评娱乐圈的不正良的行为 为何就看不见娱乐圈积极正能良的新行为 其实除了自己演戏唱双黄贼喊捉贼的俗炒作行为 娱乐圈现在有一群明星的前途真是前途无量 王一博 1997年8月5日出生于中国河南洛演唱组合Nik成员 主要担任组Nirap05职务和蔡徐 以前的本质工作差不多 神奇的是两人的球技 不一般 一个篮球天赋一柄 一个台球震撼倒字 而凭借陈晴令这部作品 孝战和王一博士一下 成了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演员 据说前不久孝战 获得了一个关于颜值方面的冠军 颜值力压低 人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有颜值不说 据微博热搜粉丝的介绍 此人演技也是一流 当在此我们要给肖战先生出个主意 既然热搜都 了了 无论辟谣 还是干嘛 其实完全可以用娱乐 的老套路 那就是回应的同时发文 呼吁粉丝 少 住私生活 多关注作品 不能浪费公共 媒体资源 是一开始出道就学台球 凭借他的天赋 估计怕 要拿冠军 遗憾 如今被耽搁了 我们只能对王一 先生台球天赋 被演员和歌手事业耽搁的事情 是深深的遗憾 这回观众应该服气了吧 我们和 星之间的差距 除了颜值 其实天赋也不是一个 别的 娱乐圈真的是人才辈出 演技很好的演员 的是优秀的厨神 虽然电饭包不会用 但是炒菜 嗨啊 唱跳rap 各种很优秀的蔡徐坤 篮球方面的天 也不一般 颜值演技各种很好的王一博台球天 连自己都震撼 看完这些现实 是不是我们的名 梦瞬间就破灭了 要知道娱乐圈的演员一般类 都是演的 但是能够一段台词就能够让编剧类 这样的演技 娱乐圈的老戏鼓都怕不一定能做 但是王一博做到了 哇 一个年仅24岁的演员 演技 说这样厉害 那以后还了得 最后我已经找不到 词来形容这两位优秀的演员了 我词穷了 演技 职合众很好 关键台球技术也不一般 就是不知 王一博先生以后是走演员路线 还是说会尝试 挥一下自己的台球天赋 当然我看了一下动图 傅没发现 估计是我眼拙 但是不得不说丁俊辉的厉害 摆上一个阵型之后 你只要听他的 一感 近四个还是简单的 我始终相信就他的天赋 是稍加练习 又有丁俊辉指导 假以时日 他在台球的键数 应该和蔡徐坤在篮球界的键数差不多 门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